居虹火光伴随呼啸逢生 加拿大野火没完没了 西部碑尸省进入紧急状态 夜晚距离温哥华以东 约300公里的湖畔区 大火连成一线快速包围逼近 附近马路也严重回堵 因为加拿大当局扩大撤离通知 就怕时间再晚会错失逃难时机 由于加拿大5月起就陆续爆发野火灾情 消防员压力报表受访时一度雨带哽咽 同一时间加拿大总理杜鲁 倒却是罕见动怒 因为加拿大先前通过网路拒搏 为新闻付费的新法 偏偏脸书母公司拒绝付款 本月起禁止加拿大用户 透过脸书及IG浏览新闻 对此加拿大总理痛批 脸书形同金钱至上 根本罔顾人命 烟火不分国界 美国华盛顿州也受到影响 有民众在灭火后重返家园 看到的却是整片被毁掉的废墟 名为灰火的华盛顿州野火 其实上礼拜五才爆发 却在短短时间烧掉 4000多公顷面积 火舌延烧之快 和夏威夷野火有得拼 而夏威夷野火过后 两个礼拜还有大批居民 找不到亲人 当中有人只能以传统的方式 沿途张天寻亲启事 但他们多少有心理准备 将提供DNA比对身份 就一美国总统拜登和妻子 急而亲自到夏威夷勘灾 他特地选在幸存的百年老树旁 为灾民打气 但居民最关心的是 救灾金的使用方式 呼吁绝对不要优先图利财团 夏威夷野火当下 另一段消防车冒险穿梭画面曝光 有些证实也经不起大火 最终烧成骨架 镜头转到欧洲 此时此刻西班牙也同步 面对野火灾情 但在凶猛火蛇中 消防员显得渺小 西班牙总理则是祈求天气帮忙 否则光靠人力真的很难控制大火 而在希腊也有一批野火灾民 无言望着远方回不去的家园 这里也是因为强风干燥 火势蔓延异常迅速 另外意大利和法国 也迎来新一波热浪 法国南部四个地区 又发布最严重的红色高温预警 目前法国南部 已经有地区飙迫40度C 极端高温 衍然成了欧洲今年夏天的新常态 第二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